要好飞 要好飽 要好飽 2017反空污大遊行 串聯數十個環保相關團體 17日走上台中街頭 提升高湖中節一個天空兩個台灣 希望改善中南部空污問題 現場也有許多大學生以團體參與及藝術創作 表達對議題的關心 最近那個PM2.5濃度越來越高的時候 不管是小學中學高中還是大學 都會有運動會之類 或者是在外面的體育課這種 所以如果空氣達到一個嚴重的污染的話 那在外面的呼吸根本就是在慢性自殺 那當政府不確定解決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自己站出來 不要危害的是我們的身體 近年來台灣空污問題日趨嚴重 尤其PM2.5空氣懸浮例子 今年濃度更是多次達到止暴狀態 醫師表示若吸入過多的PM2.5 可能會對人體產生極大危害 空氣污染 你對人體的危害是全面的 就像PM2.5PM10 我們輸入過之後 隨著血液循環全身 引起全身血管的發援反應 腦血管 心血管 肺炮 整身血管 甚至會過胎盤 目前民眾參考空污指數的資料 為行政院環保署所提供的空氣品質指標AQI 它是以八種空氣污染物的濃度作為基準 但主要指標污染物數值 如臭氧及PM2.5 卻是由近期平均值 而非當下空氣品質計算 引起環保團體討論 現場許多團體反對燃燒煤炭 認為這是造成空污的主因 但現行台灣的火力發電結構 仍是以燃煤與燃氣為主 分別佔46.2%及46.3% 其中台中火力發電廠為全台最大的供電設施 更是世界第二的燃煤發電廠 因此遊行訴求即是希望中火燃煤量可以年減10% 而專家也提供相關可行方案 這比較可以馬上做的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閒置的天然氣機組 讓它來發電取代高污染的燃煤機組 遊行尾聲 民眾以手機照亮天空 象徵點亮空污治理之路 希望政府能正式空污議題 與民間多方合作 掃除霧霾濃燒的恐懼 才能打造真正健康的社會 記者李廠營 毛函恩 台中採訪報導